合作方英雄体育VSPN 这个夏天逐浪新生 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是上海EDGM 1-0暂时领先了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 其实火爆这边是有个辅助位置的一个轮换 是换下了秋 换上了九玉 然后九玉的话呢 就是在前面火爆对阵厦门VG的时候 他上场他的那个表现是相当亮眼的 尤其那个武汉大师 而且火爆这个赛季的状态有所回暖的时候 就是九玉 那个时候换上来的时候 他主要上场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他可以兼具一个指挥责任 对的 九玉能够指挥 而且他的一个辅助的保护性可能会更好一点 上场确实秋的状态有点不太好 来看一下这局换上了九玉之后怎么样 然后再看一下上海EDGM 他们会拿出什么样的阵容去应对 好 阿古朵用过了 搬掉 自己搬了 对的 因为阿古朵马超 上海EDGM的胜率也还是挺高的 是目前是两战全胜 对 明知这里这个赛季关于玩的比马超多 但马超出来了的话就赢了 对 再搬一个沈梦西 都是刚刚自己用过的 EDGM也不放大桥 那看鲁班大师刚刚自己用过的要不要搬 搬的话就要放出来蒙田了 蒙田跟鲁班大师 他选择了放蒙田 因为东黄目前还在外边 最近如果你真的抢了蒙田的话 那用东黄来打效果还不错 嗯 但是他选择抢公孙霖 还是想去把18的一个对线给做强一点 包括上一局蒙亚我们看到 他拿了蒙亚打鲁班七号 其实他打得也很凶 是的 拿公孙霖他凶起来的话 那种把对面击下掉的概率会更大 那上海EDGM就一楼锁下蒙田 看哦 游泽为直接出了 还以为后边会补丧起之类的 对 他直接选了个盾山出来 那会让公孙霖在对线期没有那么厉害 只要盾山 这把频繁往下落支援 公孙霖的优势可能就打不出来了 然后蒙田那一条线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在四季前 就是三到四的那个阶段 打野上去得要去看一看帮一帮 帮助他胜利到四 其他的时间 盾山可以更多的在下落 帮助射手去出一些节奏 没错 那火爆在二三楼是做了一个反counter 你选了蒙田盾山 我一手都防抬衣 都可以打 吕布的话就是在对线蒙田不吃亏的情况下 在后期只要吕布成型的打蒙田 很好打 他的伤害可以算作为是爆发型的伤害 成型的吕布 你像我是充电宝 我像你是一枪导 那现在吕布他的一个伤害量 尤其到了后期装备起来的时候 伤害是很高的 是的 那再看一下后续的选择 上海ETGM拿到了敌人节 对线同样是很凶的 在这上有盾山 那这个对线就不吃亏的 东华没死之前挺难打的下落 对于火爆而言 那西施也是半了了 他这个蹲山玩不了啊 如果对比带来个西施 但其实还有个咒语 周一上海ETGM倒是可以抢 只不过这个咒语 如果上海ETGM抢的话 可能就少了一些消耗 血量的技能 因为咒语它是一个打阵地战 它不一定能消耗得到东华 对的 东华比较怕的就是我在咬人之前 我的血量先被你消耗残了 如果说让他满血去开大的话 那东华这边的优势会更大 所以拿个嬴政 所以在BP阶段 他放给你周瑜 我自己拿嬴政 嬴政打周瑜非常舒服 这个只要大家打排位打地方 再玩过都知道 对的 因为在团战 无论是对线还是团战 首先抢线够快 都是非常快的 在一个团战里面的话 嬴政手长 你周瑜在准备扑火的时候 直接又大招扫餐的血量 没错 那火爆也是没得选啊 法师家里也西施被搬了 火舞被搬 江子牙也没了 外边沈梦西 他自己在前面也搬掉了吗 搬掉了 然后就只能选择周瑜 因为周瑜打蒙田 顿山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个劲也是要补的 因为东黄咬到人之后 我们看到其他人 他其实一个瞬间的爆发 没有那么的高 对 他要补一个爆发 对可以补一个爆发 那上海ED剑 菊又金 把野区做强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 上海ED剑 他们的一个阵容的选择 就是之前可能会比较拖一点 但是近期 迷风花教练 是让队伍尽量在前中期 能够把节奏 能够做好的 那么在中期 尽量的就快速的结束掉比赛 不往后拖 对 他这个阵容选下来之后 两边的阵容一对比 上海ED剑在三条线的对线期 其实都不吃亏 中路的话 可能周一快一些吧 但迎阵也不会落后很多 他抢线转线的速度 一样是快的 对 上路的话 蒙田跟吕布在对线期 除非他俩真的要拼个你死 我活 一般的话 就是谁也杀不了谁 是的 互相倾线打支援 那这把主要是在野区了 野区就把橘油金跟进 谁先拿到优势 可能就可以带着几方的队友进你的野区 对于火爆而言也是这样 如果我进拿到优势之后 我也能进你的野区 我这阵容也很强 两个阵容 它其实在野区的团战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无论是打进攻还是打防守 对 所以更多的就是我线上能够打出优势的话 或者团战打出优势的话 打你人少的时候去进野区会更好 如果是军事情况下两边都不好进到对方的野区 或者说就是这把看谁能先找着机会 把这个优势给先打出来了 那找着机会就看对面的两边的辅助了嘛 一个是顿山 但顿山在四级前就能出 因为他一级上来学二级能 可能第一波环就有机会 对的 但现在大家看到的顿山一般中路都是会非常非常小心 不会被你突然一个二闪抱回去造成状态不好或者简缘 就让大家知道关于一出来我首先中路的那个草丛 不要用脸碳 对不要用脸碳一样的都是有经验的嘛 好马上要来到双方标我的第二局对决蓝色方是火爆 红色方是上海EDGM进入比赛 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 七七 我是解说 稍发 两边辅助都是直接先往中路靠 看一下眼眸先占据了草丛的视野 然后看火爆就在塔下我不急 九玉是很勇的因为他是有回复能力的 对 他可以上去跟顿山贴贴 他就喜欢跟别人贴贴了 对 他就讨厌你手够就是手够长 他摸不着你 他不喜欢跟别人保持距离 对 下路强合到这里 18只要留一个2就行 但是ROCK这里是因为先升2的 直接用2技能 哇贴脸加1技能 他贴脸1 2技能全打到18了 因为他 然后 闪路闪现 还差一下 差一点点伤害 要是没有这个塔下减伤就已经死了 对 就是ROCK这里很细节的是 他知道18你是要控这个核道之灵的 那我升完2级之后 我不抢核道之灵 我就是打你人的 嗯 你想到了有可能我能把你杀了 ROCK这边的一个对线经验 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对于伤害的一个把握也很精准 只是有个塔下的免伤机制差一丝血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ROCK 他的一个护甲鞋出来的话 对拼是更有优势了 就不虚了 对 他只要用好自己的2技能 解掉弓森林的那个硬剂 解一段硬剂在对拼过程当中 他就绝对不会吃亏了 嗯 他现在还有着6位的经济领先 下半图的话是ROCK深优 中路背回来一个冬黄 那赢阵这边加点技能 要被砸晕了 那没了 因为身边只有一个赢阵 只能说丢一或者普攻打下消耗 不致死 本来两边都是往上路去了 因为蒙田要生四 吕布要生四 吕布要在上路打的 但是去上路的过程当中 河道遭遇了 先去背了一下这个冬黄 但是你身后只有一个赢阵 又没有办法去造成击杀 导致了自己回头背一个三分球砸中了 有时候就没有想到那么多 可能想到背回来 我也不一定会死嘛 就消耗你一下 看下解说实时预测 是021个人站在了火爆一侧 其他三人是站在了上海 一地节目这一侧 嗯 可能感觉火爆这边 首先都是拿到自己的战力英雄 都很强势 对 下路的话 知道阎萌这里是没有闪的 看这个三分球又砸晕了 加上周一的火爆顺利的输出 再杀一次盾山 阎萌这把盾山 从此刻开始 它将变得非常难打 因为冬黄会比他先刺 又是冬黄的三分球 没有达到 但是珈牧已经没位移了 静红霸黏住了 走不掉 走不了 频繁掉点 连续三波 首先就是阎萌的盾山连续两波 再一个剧油镜在侧面又被留住了 其实都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对 但是它导致的后果 其实对于整个队伍是很伤的 冬黄闪耀咬住了开大的蒙田 直接再造成击杀 4比0的开局 辅助先死两次 达野死一次 编露死一次 没节奏了 就是等着火爆去进攻 然后上海一点这么反打 这唯一的优势 如果说想要从B组去冲A 这些细节一定得要再优化 就是你什么时候要去抱人 因为你抱完人之后 你没有 你是往前的 你可能没有位移再回来了 你得要有目的 就是我的目的是什么 对 他那波可能想的是阻碍一下 但是你没必要去抱他 你可以跟着他嘛 让他知道 或者说去打一波 比较后 那连续的阵亡 其实上海EDGM 这个时间段就得要稍微发育一下 尽量不要再和对面去硬碰硬了 说白了 顿山的强势在前期没有打出来 然后蒙田的四级那波 也没有帮出来优势 现在就是火爆这里 东方道四了 您只往下走的时候 火爆已经提前预判 往后撤 并没有让对方出节奏 那同时上路只有家木 一个人在防守的情况下 又被赶走了 换节奏嘛 因为上海EDGM 这里凭借着下路若可的对线 打出了优势 他们现在疯狂在帮忧 上路位置 18已经残了 但看追不追得上 家木这里还想继续追 追不了了 总是下路位置呢 剑星这边是把自己家的红巴 给守了下来 那上路的话 火爆也没有出节奏 就没有把这个塔推下来 被EDGM给守住了 那这波上海EDGM就还能够接受啊 塔没掉 就先稳住了 起码 但接下来 阎梦的开人其实会稍微难受一点 他开谁 开东黄的话 东黄已经出了两个红马脑 就是他开东黄就要抱着他上去 一定会被吸 因为东黄不可能说你过来抱我 我还去吸别人 现在东黄的血量还是挺高的 对 想一换一 可能还是得要队友这边来帮一下 现在火爆在平均的对位经济上 都有着略微的领先 九玉 就除了射手位 贴贴 然后背回来 接黄牌 秒了 吕不跳大 分割一下位置 同时的剑星 这里还被鸣闪现一发普攻带走了 初见的静也是开了一个大招 过墙逃跑 因公司力也不在呀 在生物期限 这波团是刚刚我们说到了 阎梦这里也抱过去之后 但东黄没有交出来 第一时间交出来 息是因为黄牌 敌人接到黄牌 定住了 然后捡了抗性之后 就完全扛不住了 再想息的时候自己已经残血了 对 其实 如果有回放的话 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感觉九玉这波是想进攻 因为看到自己的人都在嘛 公司力在身后 那他先去几视野 但是第一下他没有大出来 被黄牌定住了 公司力的位置 被菊油精定住了 他没有办法去跟输出 因为第一时间 可能是火爆想打一个主动进攻 东黄想去咬人 但没有选好目标的时候被开了 然后公司力是交了一技能上去跟 但他发现 东黄已经倒了 他一技能回来了 回来又遇到了菊油精 那他就进不去了 是的 就是就 在第一波 先看这波东黄想要咬到了 配合上十八的公司力 打爆发 看够不够差一项 九玉的东黄他也拿到了人头 但十八这里被菊油精 打了一套 再来蒙田的一枪 带走了公司力 一换一项的话 EDGM也不亏 反而是更赚了一下 因为这边是中单换了对面的一个核心射手 是的 上线也运了过去 还能进篮区 蒙田这边 先把这个路口给挡住 徐勇精这边把蓝buff反掉 上海EDGM已经完成了经济的反潮 就在红buff的这一波团战 就把前面的连续几波掉点的烈势 全部都止住了 是的 是因为火猫觉得自己现在是个优势 想进红 但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或者说你没有果断地去开这波团 被开了 而且那个位置上还EDGM人都在 如果说你只碰到一个人都还好说 刚刚这波九玉开明的话 也是把自己的闪现和风铃文章都已经用过了 所以下一波 除非是敦草 要不然还挺难吸到关键人物 对的 那最多就是吸前排 打顿杀或者是打蒙田 打顿杀的概率要大一点 尽量试着去打顿杀 不然顿杀你不牵制他 他对后排的威胁 是的 而且公司离在团战里面也不好输出了 这波在下路位置 董皇也蹲不到人 他现在也有一种打法就是去和静 抓边路两个人 抓带线的家木 对 正面的话有点难受 就正面你没闪现是不好开人的吗 想往前追您之啊 但您这边往后撤包括明大招开启 进行一个血量的压制 那上路位置这个线 已经被蒙田卡好位置了 敌人杰这边要点二塔了 对 要想过去感觉 吕布要强跳了 这里黄牌定住了吕布 东皇咬的是顿杉 吕布跳大一丝血跳出来了 先击杀掉了顿杉之后 林然闪现走了 但是敌人杰闪现跟上 二连击破再点剑星 还差一下红马甫没有套死这个周瑜 有一丝丝血 但是中路线来了 上一地阶段可以不用强追残血 直接把中塔点掉 是的 一个顿杉换了火爆两个人 这波是火爆也想接这个团 开了奔狼 开了闪现去咬 因为上路二塔那口子 其实是被上海一地 这么三人给封死了 对 然后火爆是强硬的 他不绕着走 他就是强硬的从野区走 就是用吕布硬冲 再加上东皇嘛 但吕布硬冲的话 他也扛不住 杀也不够这个阶段 他第一时间就吃了一张黄牌 状态已经很差了 对 而且队友不齐 他是一丝血跳出来了 一丝血跳下来 那不就闪现跑 被追着 被敌人在闪现追了 闪现追了 还是没有做好 大家一起上的这个准备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知道有人的 对 东皇直接咬顿衫 进 哎 进省技能了 那这样东皇没了 那上海EDGM就变不省心了 看到自己队友被咬了 直接开大桌 所有火力上 对 问题是 初见这 哎 先看自己 家墓跳进来 没有杀掉 公司礼 吕布也跳大了 又吃一张黄牌 扛不住啊 肉壳已经锋芒毙露了 这初见可能想的是 我真的一技能加大招上去 全交给了这个顿上 我自己能不能走 是一回事 但他就在他犹豫的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的游泽位 东皇已经倒了 对 就那么一秒钟 那现在确实是让肉壳 carry下来了 302 没有阵亡过 他从对线期就已经 黄牌定住了 想单单杀了 还回散了 没有任何的助攻 对的 因为18这个二技能换散的位置 刚好在肉壳面前 脸上 攻击范围之内 他的黄牌贴得很准 肉壳这里 感觉那一瞬间心已经乱了 对 而且在经济方面已经差了3000 我们看到18攻准里 他现在身上只有两个大剑 但是我们看肉壳 他已经代步破晓了 他默示影刃加上无净 是的 要补四剑套了 真的 这把上海EDDM 肉壳开局在 四分钟前吧 就是他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优势 高光的架路位置 差一点把18单杀 对线是他一个人的优势 但是后面团战 大家也配合起来了 现在还是跟上一把一样 保着这个敌人杰打 对 现在敌人杰就是大哥大 剧头军这把只要把边线处理好 不要被抓 正面的话上海EDDM稳固的做4E压技 火爆这里想要开就只有一种 奔狼冲 但是前面起波 但是不一定开得到C位 对的 他起波奔狼开了之后呢 他目前只有一波是咬到了嬴政 其他的都是去开到的前排 只能咬前排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待会他咬前排就不一定了 杀不杀得掉了 现在经济差已经拉开了 再加上就是你咬蒙田 顿山过来架个大 拆火 控你一下 或者说你咬顿山 那你只开个大过来拆火 你不一定杀得掉 想要开敌人节很难 但这个敌人节团战怎么处理 也是火爆这边要解决的 比如直接往里跳 跳到敌人节之后 敌人节开二技能 走之后回程继续点 在这个高地守不了 铝波大招已经招了 中路的高地要顺势被点掉了 轻不了兵 两高 这两高错过的 非常轻松 上落出现找到一波位置 但是凝制闪现拉开了 自己有点危险 只能出自己的大招 赶紧撤到队友的身边 这波出现找的机会很不错 但是他等级上面差两级 同时在装备上面 也稍微差一点 这下蒙田又是纯用嘛 嗯 外边这条暗影暴君 对于火爆而言 也没有很好的机会 去抢 挺难的 因为现在视野 东黄也不太好去站 东黄都不敢往前站 他被 就是东黄现在到了 顿山能够开到的范围之内就会被开 就 上海EDGM只要人骑 他就不会犹豫的 火爆的这个阵容 他们理想团战 可能考虑的 就是 东黄去开 吕不跳大拆火 然后呢 周瑜把火铺好 限制对方的一个射手 没有办法在团战里面去输出 然后进去切死 是 但是你现在劣势了就很难 受到的那样子 正面 吕不又跳了 吕不又跳了 跳到敌人结 但自己吃黄牌 就差一下 顿山要想抱过来两个 静也去 先敌人结了 热格这一死血 即将反杀掉了 静自己还没有倒 前排吕不也倒 对火爆而言只剩三个人 上海EDGM还有五人 中路有一波超级兵 对的 有线 但状态不是很好 热格这里想要找一个野怪去吸血 然后上海EDGM这四个人 冰线也护不护得住 盐梦直接出飞 抱回来一个冬黄 但自己被推了一下 一丝血 走掉了 林郑扫射 三分球 受掉的 极限了 杀掉了一个顿山 但敌人结怪啊 接着冰线继续吸 这里攻速连上来对点 有点点不过 如果再拿一个人 他自己也被冬黄的三分球给砸死了 是的 刚刚很极限 是开买了一个逐日 开逐日去点 这波就是 四个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又想强行一波 是的 因为看到对面的打野和边路 都是差个十几秒 二十秒的时间互活吗 不想一波掉 九玉这个三分球 他是眼望自己回头没看到 对 走上去了 他本来都已经走出去了 周瑜虎 前之位扑得非常好 然后加上三分球封走位 不得不说九玉这把冬黄 在前面的三分球就已经很准了 我帮队伍出了几波节奏 对的 在后边团战还要依靠这个 冬黄的三分球去收人头 这个三分球其实伤害挺高的 我打的时候特别烦 这个英雄的三分球 他可以封走位 嗯 然后有的时候团战技能 比较多的时候 你又看不清 就容易被晕到 是的 就像刚刚那种 可能阎萌就没有注意到 打游戏还需要势力好 刚刚那波确实不应该被冬黄 但是现在整体上来看的话 上海一地剑们还是有团战优势的 那现在刚刚是8000左右的精神 现在只有4000多 拉回来一些了 对 一波团拉回来了 而且火爆把主宰拿到了 就是说冰险压力稍微缓解一点 但看这条暗影龙他往哪放了 他可能想着等到对面来打进攻 冰险压力最大的时候 把这个暗影先锋放出去 先护着菊油精 把线清一清 不让自己三线劣势 这个时候就要看九玉下一个奔狼了 奔狼还差一点CD 上海一地剑木在几视野 先把草丛排卡一下 防止C位被蹲 然后再把龙兵清了 上面这个龙清掉的话 上海一地剑木接下来 可以打得更凶一点了 可以主动找找人 看九玉应该是有想法 把下半途的视野都已经站好了 看有没有小可爱 路过这个篮区啊 他们是提前站好了 即将刷新暗影暴君的视野 感觉不想放 那这个位置 吕木出了吧破军 眼梦开奔狼了 往下红区出 没有发现任何人 冬黄这个位置就是做好了 要打暗影暴君的准备 但是这个位置一旦被找到 就走不了了 他不能漏 吕木过来 想把视野打开 但这个位置冬黄是没回去的 这波看要不要打 可是龙的血量非常残 还是没有动手 如果加木去带下落那波兵线 就会路过冬黄那个槽 但是他没有去 正面想留吕木 吕木这里被逼了一个大招 蒙天也开大了 蹲山这里 看要不要直接爆尔 闪迭爆回来了 之后瞬间秒掉了公孙黎加上周瑜 凌眼这里没有了大招 没有了闪现 想跑很难 初剑切了过来 切到了银仲 但银仲有一个二技能 保护了一下自己 正面如果一个人去推塔 但被冬黄咬的这样 有复活价一点都不担心 站起来之后 冬黄能不能轻掉兵线呢 若可选择直接先杀人 再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上海一地剑 这把若可C麻了 二比零领先 真的是 我们前面的时候掉点的时候 就看若可能不能carry了 果然若可站起来 我觉得他们的语音 可能最开始 选到战装射的时候 又是那样子 就是若可这把靠你carry了 若可是玩 人没有位移的射手的时候就 真的很猛 真的很猛 你头来羡慕的目光 其实我也很羡慕 确实 而且这局 整体来看团战当中 队友对他的保护 做的也是相当到位的 基本上我们看到 团战想要切死肉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局冬黄 只是有一个大招咬到肉 就是最后那波团战在水晶前 我已经站在你的水晶面前 而且我没有任何的人 就孤身一人嘛 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看到 上海一地剑 他们整个的状态都非常好 除了前面的那几波掉点不应该 但是中期后期的团战处理 都非常的nice 那恭喜他们拿下 第二局比赛胜利 接下把时间交给天乐星 上海DGM已经拿到赛点了 这一局的话 看到九一龙汉上场之后 选择到了东皇太一 但是其实他们这个东皇太一 加上公孙黎的组合 在下路对线上来讲的话 也不是很好打 我觉得很聪明的一点是 他们并没有想着 我在下路要搞什么事 对吧 因为他这个周瑜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想到这两点 一点是我要不要往下压 还是我直接上去打这个蒙田 那火爆做的方式方法就是我下路 我就让你供存力抗压吧 但是给我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是火爆 他不会怎么赢游戏 对 就给我的感觉 这个这种状态 他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这种赢游戏吧 你看不是怎么赢游戏的问题是 这个顿山 也梦其实已经很给机会了 很给机会了 前期已经把整个上海EDGM的一个阵容的一个节奏全送美了 对我看上海EDGM 哎你这个顿山居然也不往下 那个敌人节在下路差一点单杀 对吧 这下路已经不用你管了 但是顿山此时在中上 中一左草那边阵亡了一次 对所以前期也是让火爆4-0开局 对这个局面其实已经是火爆的天秀开局了 我觉得这个开局已经不要太优秀了 下路对线没打过是个人的问题 也在整体的一个人头和节奏 其实4-0他们有周瑜的和东皇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很好进行一个推进和压塔的 周瑜把火一扑 东皇直接往塔里一拆呀 咬台呀 你这个阵容你就 你就打凝制这条线就行了 你都不用管别的 你就打凝制这条线 我觉得火爆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在最后那一波团战的处理 大家看到东皇在一直回城和不回城当中在揪血 先来看一下本局的MVP 给到了Rock 依然是Rock 下路那波单人 要不是防御塔救了18一命 就已经单杀了 保护机制 他基本上是前期一个人的顺风 对 他很顺 没错 就队友都崩了 他顺了 因为我记得是顿山阵亡 菊佑金阵亡 顿山再阵亡 顿山阵亡两次之后 然后菊佑金阵亡 然后迎正在中路也被开了一波 然后就他一个人在下路线上 打出了一个巨大优势 对 对就相当于上一把的上海军们来说 这一把他们的失误更多 这一波就是操作怪 我感觉18心乱了 也不是 我觉得就是18他的进攻欲望 比我们想象中要强 就他其实是想要去打的 那他为什么要一级那么回跳 流流瓦伞在呢 然后让敌人杰用黄牌命中他伞呢 他想打仙手 他想去操作人家 就给我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们正常看到的 S组和A组的一个发育路很好 都是以稳为主 对对对 不会主动出击 但是18每一波都是在主动出击的路上 所以他被对面给操作了一下 然后他自己就没了 对 从这种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比较看好EDGM这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知道这种双方都是军事的话 你比如说在红区的那波团 在EDG加红区的那波团 其实他们打赢了 东皇台一虽然说大招咬得很慢 先被盾山开到之后再放 但是你能够看得到 当东皇咬人之后 蒙田大招直接往前一个一闪顶 把你的后拍全部顶开 你吕布在那个情况下 在整个吕布还没有出破军之前 你只要敢跳过来 你就是火把子 因为等待你的就是一张黄牌 所以吕布就会变成落单位 而东皇过去之后 东皇也会脱节 然后你后排的人被蒙田一个人顶住 而他们这套阵容 公孙黎 周瑜 在那个时间点 是拿这个蒙田没有任何办法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 一直在鼓励着火爆 去把蒙田那条路给他打崩 因为只有把蒙田打崩 他们这套阵容 东皇咬人 蒙田才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拆火 因为他扛不住 而刚刚其实在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就这波 就这波很正常 就是你吕布跳过去 敌人前你又摸不到他 然后蒙田往前一顶 其他人全都对跑 然后紧接着 紧接着其实进红区 节奏乱了之后 就整个火爆没有节奏了 其实他们前期 有挺大的一个主动权 还是没必要进那个红区 就打线上就行了 对 你打线就行了 你是个周瑜 你周瑜打线不要太强啊 因为又不是马可波罗 对 然后下路这一波 再看了一遍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一波其实火爆是打赢了吧 对 这波团战 这波是 我跟陈鬼在底下讲的 就是 EDG他们如果要是稳一点的话 回去拿个龙 什么事都没有了 对 基本上没有任何希望的翻趴 就运营下来了 对 但是后面其实有兵器的压力 已经爆大了 这波你看东黄在这个草丛里面 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回城 但是正面的话 正面少了个东黄打不了了 对 正面其实少了东黄 就不应该 东黄在这地方 然后你看中路超级兵也快到了 但这个时候包括吕波跟进 都没有意识到 对 东黄在这个草丛里面 大概预读了有三次回城吧 至少三次回城 大概有个十几秒钟的时间 他那个位置很像鬼谷子的一个绕后位置 对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上海地就在开龙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火爆 对内沟通应该是已经出现了分歧 就是东黄要不要回 为什么他要不断地取消再回城 取消再回城 这个可能 比较尴尬 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对 因为比较尴尬的是 他从那个草里出来一定会漏 因为兵线已经在那个位置了 对 他一定会漏 他如果那个位置 他出来了漏视野了 而龙坑后草是没有人站的 对 所以以至于 EDG到底是在真开龙还是假开龙 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判断 而吕布在这个版本又扛不住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吕布其实马上就要破军了 在内波团的时候 我记得他已经双风暴大剑了 可能破军就在眼前了 或者说已经出了破军了 内波团如果 在抢夺到龙坑后草的情况下 对于火爆而言 那就是天时地利 东黄台一那就是骑兵 冲出来之后 东黄台一咬到任何一个 打野也好啊 法师也好啊 射手也好 只要咬任何一个 吕布大刀跳进去 有一个破军的吕布 但那个地形里也是非常利于周瑜的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后顾 就是中路超级兵 你看到最后也是直奔水晶去了 Rock也是去偷家了 对 所以可能也有人说 要把这个中路超级兵给清一下 然后再去做针对 但是其实两头都顾不上了 还是就是刚刚陈伟说的 你在4比0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主动一点 你为什么要在野区打那一波 你不在野区打那一波 其实刚才我们想到的一些都已经是 他们都已经快即将被推进水晶 不知道他们想办法 他们应该想的是 我4-0的时候 我该怎么赢下这场比赛 应该要想的是前面的问题 我说复盘绝对 就这局比赛 教练拿回去复盘 绝对不会复内部 绝对不会复刚刚农坑内部 内部已经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的 他复肯定是复四分钟之前 就是4比0的时候 那后面该怎么去处理 尤其是红区内部团 到底该进还是不该进 是我打线 是打上还是打中还是打下 他绝对不会是说 我这时候要进入地野区 控你一个红buff的意义又在哪里 是 就是他们从中期开始 就没想清楚 导致他们后期 陷入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其实陷入这个局面之后 我觉得之前在其他 有些队伍的身上 看到了这样的翻盘点 人家做的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其实在不同的时期 都可以去借鉴一下 现在的火爆 给我们的整体感觉 就是有点懵 1DG竞争 他还没有适应 KPO的节奏 感觉这么长时间以来 1DG竞争 就是围绕了Rock 这个点打得非常漂亮 打得很好 对 而看到上海地区这边的话 依然是做出了一个 射所谓的换人 换下了Rock 换上了Silver 让招人搁上来舒服一下 我觉得看 已经玩了一把 敌人节157号 两把呆射嘛 可能会 高把攻速 你给马可沃罗 也有可能 有可能 对 换一下风格吧 好的 未来定期间成就 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 浪机iQoo9 即可拥有iQoo9手机 全感操控 镜像专业电竞体验 峡谷商店随心买 最强神装自在玩 感谢KPO年度合作伴 交通银行信用卡的支持 扫码开通交行信用卡 KPO英雄卡面任你挑 好礼周围 千万万号旅想家 微信公众号 或微信搜一搜 点击菜单单 旅想荣耀加入会员 即可畅想 全球30个酒店品牌 超8000家酒店 兵分礼遇 更有机会赢取 荣耀水晶好礼 那上海立志明 已经先到赛点了 期待一下 他们换人之后的 一个表现吧 稍休息 马上回来